我是53福的鮑立揚 喂 大家好 我是53福的鮑立揚 今天我要來錄製的是跨福創世爭霸 就是這一個 這個我還沒打完 只是我 不太想錄製10檔 我是有剛剛打完的 這一個 對方一開始上瘋娜 我一開始就先把 頂二先送頭 只是一開始瘋娜沒 帶走 比較不好 因為他應該是放那個回血的 那個buff 他幫小技回血就會很多 才會把他擺去 先讓他開大 把他帶走 把他帶走 那個救急房 不然的話 有那個 白草的大絕可以破 可以降30%的防禦 暴擊還 傷了 十分之一的血左右而已 真的很少 真的很硬 基本上 就沒有 特別的計畫 是 什麼 所以直接 慢慢穩穩的打 就好 不用特別去計算 那一個 要一次打滅團 因為他們的buff 你並不清楚 會不會有復活 有時候因為復活的關係 導致 能贏的導致滑鐵 那也比較好 你盡量能 除非是角色太懸殊 就只能這樣子賭賭看 不然的話 就 用穩扎穩打的方式 是比較適合 這次就是 穩穩的給他打 隊伍的話 我也只有 一防而已 這次只有一防 這次選角 防禦也很少 基本上屬於 攻角最多 我這次選的角色比較屬於 暴力型 就是 對方 對方案 救急 免傷 好 那這次的 這次的跨谷 創世爭霸 就先介紹到這邊